我们今天主要是然后讲一讲Solidity的语法 这个基本上也是很基础的语法 然后比较适合新手来听 然后如果是老手的话也可以听一听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别的就是省gas费或者一些别的东西 然后看一看有没有一些茶楼补却的 第一个首先是它的基本类型 U-Solidity其实有很多基本类型 这个跟以前C++或者别的语言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它主要是它有一个U-in的256的类型 这个就是有R256位的一个无符号整数 它其实可以进入一个比较大的数 然后如果你想省点gas费 其实你的类型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大 其实你可以变成一些U-in8或者U-in16 U-in32这种类型 这样的话其实它在存储上就可以省点存储空间 同时在你的合约里面也可以省一点gas费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印的 印的是有符号的 有符号的话其实跟以前C++也是一样 它是用第一位然后来做它的符号 然后如果是1的话那就表示负数 如果是0的话那就表示正数 这样的话 然后它其实是比U-in然后少一半的数 但是它就可以表示一些负数的这种结构 然后它还有一个叫adjust的类型 adjust的类型的话 它是一个 它其实这里长度是有40位 然后这里它 它其实是能表示我们的链上一个adjust 我们直接这么写的话 其实我们就表示了一个这种adjust类型 它其实看起来 其实它其实很像一个字节 字节的表示方式 它是一个零差零差 它是表示了16进制 然后后面是它的R进制的表示符号 然后它B5的话 那就是B乘以16 B是16进制 那A是10 B是11 11乘以16再加5 然后最终它得到的整数就是这个 然后另外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给它负值 这里我们看到负值其实是个等号 然后如果我们没有给它负值的话 它其实会有一个默认值的 比如Bull的话 它的默认值是false 然后Uin和In的默认值都是0 然后Adjust的默认值都是0x000 然后一共40个0这样 然后其实我们上面写的基本上都是变量 然后变量的话 它其实就是在乘数里面是可以变的 比如你的函数里面 这是一个函数 函数是用Function做关键字 它也可以有一些修饰的 比如它是公开的还是私密的 这些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比如这个DoSomething 这个是你自己写的一个函数 然后函数里面我们可以改变一些变量里面的数值 就比如这个Uin它从 就比如 它变量里面 它函数里面也可以定义一些 就Local的变量 然后它Contract里面也会有自己的变量 你也可以改变外面的一些变量的值 还有这里有一个叫MessageSender这个东西 它Message是区块链上传来的一个消息 它消息里面会带着你的一个Sender 你的每一个函数发起必须有一个发起人 那就是这个Sender Sender其实就是一个地址 还有它还有Solidity里面还有一些内置的变量 就比如Block Block里面有一个叫TieStamp的 然后它会记录在区块链上 然后出块的那个时间 然后另外如果我们想要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那个Solidity的文档里面是有很多它的内置变量 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定义一些长量 长量的话它其实就是不能修改的 它长量的话 比如我们第一个它的关键字是用Constant来表示 然后我们在我们在合约里面记录这些长量的话 其实是让我们来就不能让别人再修改这个合约里面这个变量 然后它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里面你就可以在定义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值是多少 然后还有一个叫Immutable Immutable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然后去初始化这个Immutable的这个长量 然后这里它这里一个contract里面它也有一些它的一些内置的函数 就比如用Constructor或者一些你接收以太坊的一些这些函数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用写那个Function这个关键字 然后它是内置的 只要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它就会自动执行 还有我们这一段的话 其实是我们写了一个就是合约里面的一个变量 我们怎么设置设置是用负值等号 如果两个等号的话它就是一个相等 然后它会返回一个波值 一个等号它就等于负值 然后我们有些合约里面的一些变量的话 我们经常会使用一些set或者get的一些函数 或者你去做一些别的操作 这跟以前Java或者C++的一些语法也是比较相像的 如果以前做过的话 然后这里这一页主要是我们讲一讲 然后以太坊它其实也是一个U12566的类型 但它一个以太坊 但是它后面其实是有那些就是有很多位的 它一个ether就是一个eth的话 它其实是有18位的整数 在以太坊之中它是没有小数这种类型 它只能是用整数类型表示 它的最小的一个位 位就是一个最小的位 就是1 然后你1的话就是 然后你一个ether的话 你表示1的18次方位 10的18次方位 对 它其实是挺大的 所以我们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表示 它的一个小数位 另外我讲一下就是以太坊中的一些gas price 和它的它最终要付出的gas费的 它其实以太坊中它是有两个东西来确定它gas费 一个是它的gas price gas price决定了你在你在一个区块内 然后打包的位置 就是你如果你 就是你给的钱 你给的gas price价格越高的话 你就越容易 然后尽快被打包 如果你给的越低的话 它就被打包的越厚 它的以太坊节点是先选择gas price高的 然后先拿去打包 如果你的gas很低的话 你有可能挤到下几个包 或者说如果gas price一直在涨的话 其实你有可能你这一笔交易是很难被打包上去的 因为gas limit的话 它其实就是你设定的一个最大的 然后它使用的gas limit值 gas limit的话 其实就是你里面的操作 比如你负值 比如你做一些判断 一些别的操作 它都是要使用gas limit的 这个其实我们会我们可以就设置的越高越好 就是它最终它打包的时候 它其实只是用一个它的gas span 就是它会算出一个gas span的值 所以你的gas limit一定要大于你的gas span的值才会被打包 不然的话它就会返回一个错误 以下就是一些流程的语句了 流程的语句呢 它主要根系加加其实也是比较相像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里的关键字 它是用if 然后它先判断了第一个if值 然后如果它如果第一个判断 然后不是第一个判断没有得到的话 那它就会判断第二个就else if 然后它最后还有一个else else的话就是前面的判断都 都是不成立的话 那它就执行最后一个else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流程语句 就是for循环 for循环的话就省了我们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 它就是一直可以重复这个循环 直到比如第一个for循环呢 它是它是把那个i然后从零 然后到十 然后一直循环十次 然后这个跟c语言也是比较相像的 如果初学者的话 其实这种语法的话 其实是很常见在程序语言的一种写法 第二种就是y循环 y循环的话 它只要判断这个条件是y的 这个括号里面的成立的话 它就会执行以下的语句 然后但是你y循环里面的话 你必须得 必须得 把这个 把这个 比如你这里是j小于十的话 我们必须把这个j 然后不论的相加 然后使它大于十 这样才会跳出去 不然它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的状态 然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些 solidity里面的一些数据结构 就是我们 我们前面讲的一些变量 其实也是一些数据结构 但是它并不能 做到一些映射的内容 然后数据结构其实是在程序语言一开始 就在你写程序写合约的时候 一开始就要想 想到的 然后比如你要用什么来记录这一个 这一个映射 比如你要用什么来记录 我想要的消息 然后这个mapping的话 就是一个映射的结构 mapping它其实就是 从这里mapping 它第一个就是它的key 它的那个箭头左边的话是表示它的key 比如这里的key就表示一个adjust 然后它右边就是一个u-in256的值 然后这里是表示了一个adjust 映射到一个u-in的一个mapping 然后mapping里面的话 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方括号来取出它上面的值的 然后我们set的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一个方括号 然后一个负值符号 然后把它把它这个key里面的这个mapping的值 然后设置为右边 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删除这个mapping mapping的某个key值 然后比如remove这里的话 我们是用了delete这一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我们平时写语言的时候 就是这些关键字就是我们平时在程序里面必须得用到的 所以这些得经常会使用 如果我经常写solidity的话 这些关键字都是直接写出来 然后另外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一个宿主的结构 宿主的话 数主它其实的表示是用一个方括号 但方括号里面它如果没有数字的话 它其实就是表示一个不定常的数主 然后它也可以第一次然后就可以确定了这个数主 它里面的值是多少 然后比如第二个area是等于1,2,3 然后我们也可以继续往里面增加 但是如果我们在方括号里面写了一个数字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定常的数主 就是我们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添加 但是如果超过10的话 可能就会有溢出或者别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数主里 我们也是类似mapping这样 然后通过方括号 然后一个index 这个index视为一个数字 然后来取出来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往数主里面添加一个值 然后比如这个 因为数主里面是u in的值 所以我们可以往里面添加另外一个u in 它比如这里push的话 push也是一个数主的函数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函数 我们push了这个i进去 然后pop的话 pop的话它其实也是类似西家家里面 然后你从后面然后去pop一个值出来 弹出 然后数主里面它也会有一个叫length的变量 然后它就记录了数主里面有多少个值 然后如果你是变长的话 你很容易就能获取出这个数主里面的长度 然后另外它的delete的话 其实跟mapping是一样的 也是通过这个delete 它的第几个index来去做到 另外一个数据结构的话 其实就是struck struck的话就 类似对象的这种思维 struck 你比如一个人 他有包括 手还有脚 还有身体 还有头 这几个方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各种抽象出来 然后这种struck的话 比如这里是一个to-do to-do的话 它是一个带执行的一个列表 带执行的一个对象 然后它其实里面就有说 这个to-do的text是什么 然后这里完成了没 然后我们这里 然后把 然后我们的这个结构 也是可以定义成一个数主的 然后在合约里 然后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生成这个结构的话 其实我们就直接通过to-do 然后一个括号 然后把它的所有参数写上去 其实跟我们的函数 也是比较相像 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 通过一个mapping的值 然后去 然后去构造这一个to-do的这个结构 然后我们在修改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 因为我们生成了这一个结构体 我们生成了这一个对象 我们这个对象里面 它里面的内容的话 它其实可以通过点 然后它里面的一个成员 然后来等号负值 负值给后面这一个 然后这里push的话 因为它是to-do是一个列表 所以我们可以push进去 然后还有我们get的时候 同时我们get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取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对象里面的一个成员 然后来取出它里面的值 比如它的text值 就是我们刚才设进去的一个text值 这样 这些都是最常见的一些数据结构 我们平时如果写合约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构建很多结构体 然后让里面的代码看起来比较清晰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这合约里面 它其实存储的话 其实是相当昂贵的 所以我们合约里面 它会经常会出现那种我们的 一个它的存储的位置 然后存储的位置有好几个 就是一个是storage storage它是存在我们的状态变量里面的 叫memory这些 我们只是临时存储 然后coable的话 它是在function的 它是在函数的那个参数里面写 然后它其实也是不存储在状态变量里面 它以太坊里面 它是有一个状态存储的 然后我们如果存储在storage的话 我们的gas费会相当的昂贵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memory或者coable里面 然后去做声明的话 其实它不存储的话 其实它就能比较省gas费 但如果我们如果要修改它 比如合约里面的某些值的话 其实我们要声明它是storage 这样的我们存储的东西才会被记录下来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合约里面是有好几种函数 如果我们声明了view或者peel的话 其实我们读取的时候是不用去做gas费的 这些函数 就是view的话 它其实是会 其实peel的话是更加省gas费 比view更加省 view的话它也是 peel的话它其实是 这些都是就会限制 它们两个都是不用gas费的 peel的话它其实是通过一个外 peel的话它只是一个外部的一个utility 就是一个方法的函数 就是它不会读取合约里面的一些状态变量 如果用view的话 其实它还是可以读取的 这样的话我们写程序的时候 还是有一个权限最小的原则 如果说这个 这一个utility 这个方法函数的话 其实它不用 它跟函数没有 它跟这个合约里面的状态变量没有关系的话 我们还是尽量的把它设为一个peel 有另外的就是一个合约的跳出和一个出错的一个的一些方法 就是它比如比如我们这个这两个utility 或者require的话 比如我们很多时候在写写闪电带啊 或者在这些别的程序里面会使用 比如它是它是要这个函数必须 必须得成立某些 某些判断 然后才可以执行 如果不成立这个判断的话 其实它就会自动跳出 然后它这整个函数就不会执行 恢复为原来的状态 就比如第一个 它是用require require它前面这个就是一个判断来的 然后它返回的是个过值 然后它必须得这个i大于10 才可以使用 就比如我们在闪电带里面 我们必须得我们的输出是大于 大于我们的输入 这样我们才会让这个闪电带继续执行 然后还有revert的话 revert它是它在前面加了一个判断 然后它是如果i小于等于10的话 它就会通过revert返回了一个错误来跳出来 如果你assert后面没有加这个提示符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的 assert的话它其实就是 必须得满足这一个条件 才会继续执行下去 但我们平时在etherscan也会看到很多交易 它是出错了的 然后当时它出错的话 其实它的状态变量是没有修改 但是你一样会扣gas费 因为你的一些操作 一样是用到一些链上的一些操作的 还有一个modifier 然后modify它这个大部分是用作一些权限的控制 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个叫only owner的一个modify 然后它其实是在一个函数的最开始 然后来执行 它比如它执行就是执行了它这个发起人就是为这个合约的一个owner 不然的话它就不会继续往下执行 然后它一个横杠 然后就是继续执行它之后的函数 就比如你在函数 它横杠就是函数体 然后它比如我们使用的时候 我们是放在最后的一些修饰符来使用 就是我们可以放在public或者external那些外面 然后我们可以有多个modifier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在合约里面 我们经常会要看到一些日志 或者我们要看到一些事件出来 就比如我们的ERC20Transfer 它都会显示在log日志那里 然后都会显示一些transfer的日志 然后它是我们提前定义的 然后这个event的话 这个event的关键字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些事件 然后它可以带有一些参数 就是说我们要把最新的一些 就最新的一些数值 然后去显示出来 然后在log里面 然后它在这个交易完成 或者收据的时候 它就自动会爆出这些事件出来 然后如果我们的事件散发出来的话 我们是用这个event这个关键字 然后它后面就是你定义的这个事件的名字 然后还有你的一些参数值 另外的话就是 函数的可见性 函数的可见性的话 其实也是在别的语言也是很常见的 其实我们写solidity合约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满足权限最小的原则 就是我们如果是 就是比如这个public的话 它是任何合约都是可以call的 然后如果是private的话 那它就只能是在该合约可以call 然后不可以在别的合约 或者在它的职合约call 然后如果是internal的话 internal的话 其实它可以在自己的合约里面call 然后它也可以在它的继承的合约call 然后继承的话 我们今天是没有讲 我们也可以翻看一下这个solidity by example里面 它里面也会有一些继承的之段 就是你写了一些合约 你其实是可以继承它里面的一些函数 还有它的一些参数 还有它的一些变量在里面 然后它的继承是通过一个ease来去做的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还有internal internal是可以在这个合约和这个子合约里面去使用 还有external external的话 它就只能在外部 就是message sender主动去发起 才可以去用 我们这样就可以定义的这个函数是在什么时候使用 如果你的权限如果不正确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错误 其实solidity还有很多可以讲的 就是我们现在最后讲的一个是 讲我们如何发送eth 我们发送eth这些的话 我们的发送人 他是要 他接收人 他是必须要带有payable这一个字段的 如果他没有带有payable的话 他其实是不能收到这个ether的 然后另外的话 如果是因为他这个eth的话 他是他合约里面的 就是合约里面用gas费的token 其实他是默认的 他就必须得带这一个字段 但是如果你是ERC20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不需要用到payable这些方法 那ERC20的话 其实他就是直接调别的合约去做 另外的另外讲了一下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语法 我们只是一些最常见的语法 还有一些语法 其实我们并没有 没有讲到 比如我们是有一些forbet 或者我们接收到以太坊的一些方法 我们都没有讲到 还有一些我们在合约里面去扣别的合约 就是我们现在搭的是define logout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去扣别的合约的方法 这个主要是用到一个扣方法 扣方法里面的话 他其实是通过另外 另外他首先实力化了另外一个合约 他首先对另外一个地址 然后扣了一个他的 他的他的一个函数 他扣了另外一个函数的 selector 然后还加上他函数里面的一些参数 就可以去扣别的合约的方法了 这些我们都不展开 如果我们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去看Solidity的文档 还有另外我们是可以引入一些别的依赖包了 比如我们经常会引入的是open zippling的一些依赖 然后我们也可以引入一些 就是同一个文件 夹上我们写的另外的合约的一些依赖 这些都是符合Linux的标准 所以这些都都不太展开讲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写library library的话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函数 给尽量减少他的 这个合约尽量减少他的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些方法 封装在一些library里面 另外的话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合约的话 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个 认eth这里 然后去看到的 认eth这时候 他有第二节课就是solidity beginning course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这里的一些参考 这比如我们的 所有的一些合约其实都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昨天我们怎么部署合约了 然后来去做测试 然后我们也尽量多看一下合约 这样我们才会对整个语法比较熟练 然后参考的话 参考的话我们这里是有solidity by example 但是我们这里其实每个章节其实都是有用的 就是他我们很多关键字都是能在里面找得到 然后另外的话 还可以参考他的solidity的官方文档 我们可以直接就通过谷歌去搜索他的文档 然后这里登链的话 他其实是有一个中文的文档 登链的话这个中文文档其实他也是比较新的 然后他现在已经更新到0.8.17了 然后我们平时如果要看的话 我们首先是先看他一些简单的语法 然后看他一些example这样根据例子学 这里有一些例子我们都可以自己看一看 比如通过合约的话 我们可以去简单的去做到一些投票 还有一些竞价拍卖这些 他都是可以根据你的token流转 然后去做很多操作的 所以昨天很多人问说 学了counter之后 然后不知道怎么使用 其实你这样比大小各种 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合约的一些操作去完成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完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要详细的看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一个一个去看他的一些 solidity的详解 然后比如他合约结构 然后他的所有语法 其实都是能在这里要看的 然后其实这个文档的话 我也是看了很多遍 因为你要经常使用 然后还有一些他的素查表 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些 就是block的一些内置方法 或者一些别的一些内置的一些函数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其实也是相当多的 然后参考的话 除了solidity by example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是 我对这里这里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gip hub的仓库 这个仓库里面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examples 我们也可以点开自己看一看 自己的example 也可以跟solidity by example进行互补 然后今天的语法内容主要是 做到这样 然后大家可以回去慢慢去研究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的课程大概就是这些 5 7 9 7 7 7 感谢观看